接下來我們看練習3 我們按新鍵 炒會 這邊打練習2-3 確定 那這張圖有兩種畫法 一個是一筆一筆畫 一個是用對稱 我們先畫第一種 垂直向上 水平 不要相等了 垂直向上 水平 那這邊要等於 這裡喔 等於這一段 好 點一下 然後這裡呢 這裡要等於這一段 這邊等號出現了 OK 好水平 那這邊不要跟這邊相等了 來垂直向下 那這一段 這一段呢要等於這一段了 所以這裡 來 點一下 然後這邊呢要等於這一段 來 點一下 然後垂直向下 好 這一段要等於這一段 OK 然後水平 好 這邊要等於第一段 這邊 來 然後垂直向下 好相等 然後 再點回來 OK 好完成之後我們給尺寸 來尺寸 第一個這裡 好然後第二個呢是這裡 第三個這裡 第四個這裡 好來 框起來 好修改 再生拿掉 來第一個 這一段是 40 這一段是5 這一段是8 這一段是30 好確定 好那這樣子就完成這一張圖 好這是 第一種畫法 來我把它刪掉 好第二種呢我們可以用中心線畫一條垂直 跟水平 好 然後呢我們畫這邊就好了 好從這裡畫來 直線 這裡垂直向上 水平 垂直向上 不要相等了 閃開 然後這裡 好 完了之後呢 這邊已經選取了 所以用鏡像 好 然後完成之後呢 再框選這一個 這邊呢我們用 創選的方式 如果這邊選到了 你可以 取消選取 然後用鏡像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呢 再給尺寸 好來這邊第1個 第2個 第3個 第4個 來 好完成之後框起來 修改 一樣再生拿掉 第1段這邊是40 第2段這邊5 這邊8 這邊30 確定 好 這樣 也可以完成了這一張圖 好那這個是 練習3 好 好 打錪